大家好 歡迎來到香港鎮會大學 歡迎來到全理學院 我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 我是Dr.Angela Mack 你可以叫我做娜姐 我是鄧子彥可以叫我Thomas 我是湯家衛可以叫我Yuki 好了 等著還有些同學走進來的期間 不如這樣吧 今年你們不可以親身來到我們的全理大樓裡參觀我們的無敵設施 我們就用一兩分鐘的時間介紹一下 看看我們整個建築裡面的設施有多麼英俊 多麼厲害 好不好 去片了 C Ocea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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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设施呢 其实就铺满了在一楼二楼五楼六楼和七楼的 就无论你呢 入到来我们全理大家庭想收睹哪一个专修都好 读电影又好 新闻又好 公关广告都好 我们也有很多的设施器材 设施器材 读哪一个专修都好 我们都希望培训全理的每一位成员都要管住 就是为真为善这四个字出去发光发亮的 好了 事不宜迟 我就用些很简单的power point 要带大家知道如果你真是很想报我们commute 底下每一个 无论每一个program都好 大概的basic收新的资料 你都需要知道的 接着呢 我就会请我另外两位节目主持人 分享一下他们在这里读书的大学生活 我们全理学院有什么support给他们的 好吗 好 事不宜迟了 那我们就去一去power point 连个power point 都有同学帮我手的 Yuki 多漂亮 有我们的corporate logo 蓝色 黄色是什么 我们最新的program 好喜欢在幕前的你 不一定要选APA的 我们进军荷里活 亚洲市场 有这个gogo screen 刚刚啊 飞来香港有几个超级外国蛮人 帮我们砌这个program 你要什么有什么的 来着我们呢 十一月六号 十一月头 有一些国际性我们叫做 学界奥斯卡 大把片给大家看的 那这个都是我们全理学院 其中一个今年的城市 欢迎大家可以网上登记 去我们的school的facebook page 有齐了视频给大家 怎样可以看多些正片 吸收一下国际间 互相撤出一些创作灵感 好 事不宜迟 来啦 今年今年开始呢 我们又又玩回以前的做法 很多年前 是的 这些未必知道我说的什么 是的 即是我的年代 以前呢 我们是收blog base 因为转了时加二 即是四年仔 就变成做blog base 现在是变成program base 那就认住了 那些曲是不同的 如果你想收新闻的呢 今年我们要改名 因为要与时并进 我们就加了digital media 进去 因为呢 你会学一些 除了根基本功之外呢 有很多关于AI 啊 怎样利用大数据分析啊 去帮你做一些更正 更powerful的新闻 会融合在一个课程里面 有兴趣的 一会儿 完了这个之后 你们可以去这三个program 底下的session 去了解多些关于他们的课程设计 和其他的实习啊 或者一些industry的机会了 好了 我呢 就是来自公关广告的 TL and Advertising 小妹现在呢 除了负责这个整个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之外呢 那我也是负责公关那边的 那我也是这里毕业的 很多很多很多年前啊 啊 我是你大大大大师姐啊 哈哈 那我们底下呢 就也都是有 除了公关广告之外呢 也都有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组织传播啊 那呢 记住了 除了对外之外呢 对内 你的员工呢 都很紧要的 所以呢 我们是一个很integrated 综合性 里里外外 你要沟通的专业技能 我们都会训练到你 没所谓的 去哪个业界的进军 都没问题 好了 Film呢 底下其实是有两个cost code的 一个呢 就是你想进军 Film和TV的 你就记住 两个不同的 哈 如果你喜欢玩动画啊 画画片那些呢 那些呢 那些呢 就要报 animation和media arts那边 那边 是两个不同范畴 好了 那其实呢 Film加上最新一个呢 总共是有三个program 给大家选择的 好 另外呢 都是好消息给大家的 对了 可能你的爸妈又在想 咦 留在香港读大学好 定出去读好啊 那二合一不行的吗 打 谁说不行 好了 我们呢就有这个2加2 这个叫做double degree 商学位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现在呢 已经开始实行的了 Line up了两间很著名的全美学院 首先 美国代表有University of Missouri 他们一向呢 这十年八年 已经和我们每个暑假呢 长期合作的了 每年暑假呢 都有Missouri的同学过来 两个月了 那除了上课之外呢 他们会去 很著名的 广告公司那里实习 接着跟我们的同学仔 比赛的 看下哪个拿到 客户的提案 拿钱 这样 整个提案 那今年开始呢 其实我们已经 有同学报名的了 即是说 你有两年的时间 会在香港 学我们的东西 也都有两年的时间 会飞去美国 美兽里 也有两个给你选择的 看下你是想进入 PRA的呢 你就 选择 我们的 communication 如果你说 我想专修 journalism 那你在Missouri 就专举他们 journalism 的科 另外 你说 很远啊 坐飞机去美国 我真的转 两次机 去Missouri 在中部 中部 因为小妹 曾经都在那边 教了书 所以我也自己 这么荒谬 但是这家学校 很出名的 journalism 应该在美国来说 是最历史悠久的 所以我们就跟它 line up 好 Queensland 在欧洲来说 都是最 top 那几间 全力的 communication school 跟我们历史的一个 partnership 悠久到不悠久 我们曾经有一年 有一代的 院长 之前去的 在Queensland 那里过来 所以很久 就是我 读书的年代 已经有这个 partnership 那这个呢 就是 无论你是PRA 也好 你journalism 也好 如果你有兴趣 有一半的时间 去澳洲那里读书 这个也是很好的 选择 如果你进来 我们会再讲清楚 这个double degree 究竟怎样可以报名 好了 那你们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那些 332233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设定的 AR那边 就是我们的admissions website 都有齐了这些资料 重新一次 我们的玩法 就是计分呢 只是看best file 但是 中英文要良好 所以我们的比重呢 是1.25的 是多一点的 为什么呢 因为 无论你是身边的专业 你的语文能力 都要 非常良好专业 你的东西要出街 对吧 所以我们要求是高一点的 中文和英文的 是1.25的 好了 如果你是想报最新的program 关于global screen的呢 计划上面有少少不同 就没有加中英文的 因为我们希望收一半是本地的学生 一半是海外的学生 我真的很国际化 是吗 是 是 香港读书的学生 很厉害 还要做Casting 好了 对了 讲开了 就是 interview的东西 他们是有Audition的 真的 你要入行 做戏 好 除了他们之外 都是要面试的 即是说 大家存在那些 剪片 拍片 拍片 或者设计一些动画 不妨你就浪费了 interview的时候 好 好了 反正呢 如果你是想收新闻 或者公关广告 我们又未必需要你 让我们看这些东西 因为呢 你有很多机会 在读书的时候 大把这些project给你做 我们就不需要面试 哇 是什么 四万二千一百元 好了 即是说 如果 你的DSE成绩 是非常非常好 以我所知 整间浸会大学来说 我们也是最豪的学院 派一个scholarship 是 哇 真是 如果你有英俊的分 还可以赚上scholarship 你说多开心 多谢院长 好 好 那你说了 那多少分才能进来 好了 那这个呢 是我们 未计算的比重 来说 in general 你起码要有25分 OK 如果你是进来communication 另外那些film的program 都要22或者24分左右 咦 有人说 那今天不如我们试一下玩 自非题 做一下polling 那我们不如用30秒的时间 给大家想一下 究竟这个是非题 做一下 commute課程 放在band A 那能不能进来的呢 机会是否好未呢 是好未 还是不是好未呢 哇 跳得很快 真的 哇 来着来着 第二条 non-drupal 即是不是考DSE 那些 那 是否有quota给他们的 就是读国际学校啊 或者明年啊 或者 外国那些 想进来我们读的呢 有没有quota给他们的 咦 差不多了 是不是 好像过了一分钟 咦 咦 叮咚 好了 来 揭晓 咦 大家第一条呢 是对的 是的 真的教你要放band A 说的是什么呢 太彩 哈哈哈 你的DSE放放派彩呢 95% 我们的学生都是放band A 真的 如果你有兴趣 进我们全地大家庭 麻烦 麻烦 把我们放band A 麻烦 好了 竞争都比较便宜的 那快点放上去 好 第二条 non-drupal 有没有quota的 咦 大家认为是有的 其实呢 是没有的 OK 那也是的 我们也都希望呢 令大家 除了 廣东话的同学之外 也都有一些 外国来的同学 的嘛 好像我这样 我今年教一科公关写作的 我有三个外国的同学 一起上堂的嘛 他在哪里的 韩国也有 越南也有 卡什斯坦 卡什斯坦 那些 是的 就是 他们都是 独套 达到标 我们就收他 是的 希望大家 上堂的时候 除了认识到地下之外 也可以在利用这些上堂的时间 去认识他们不同的文化 大家 撇出一下 继续 差不多都完了 哇 刚才看片也看过这些 是的 那真的是我们最厉害的 那么多 学校 faculty 我们有个 这么漂亮的天台 楼下那些 亿亿声的豪宅 都没得看过 视频 你知道吗 是的 有空上来 拿一下灵感 喝杯咖啡 是的 很漂亮的 跳舞也可以 玩party也可以 十字就可以申请的了 大家 是的 超一下 真的很漂亮 我两位 我两位 节目主持人都是这样 还有 院长不知道放那些 超级望远镜 哈哈哈 你想装一下 哇 那些 九龙区的豪宅 那些人住在第幾楼 做功课做到悶 可能有星星看 我也不知道 好 另外 计划来说 我们 每一样都是第一 最大的 那些 在这里 真的不多说 整天都有些客人进来看 真的 我们那些 不是硬件正 软件更正 最新的 新到 有时候 那些校友说 真的开玩笑 进来上课 都没用到这么新的 是吧 真的不用开玩笑 我们是用最新的 所有东西都是 因为 为什么 我们要准备大家入行 要认识最新最新的东西 起码 你五年之后 完全没问题 出去工作的时候 我们是给大家最好的东西 这个新到爆炸 全港独有的 华媒立体 很多视频 是的 同时可以播六条片 这样的 那外国有一些大的学校 已经有这些玩法 他们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做一些simulation 是的 就是融入一些 类似AR的科技 这样 让大家去模仪一个虚拟世界里面 学习的 那跟我们电影系 非常之有关系 因为 哇 又有一个新的品种 一个category 给他们玩 试试拍摄 那些片是什么效果 那我们花了 都不少钱 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组团进来看 好像组团 有三十人 本地有 现在播 可以 可以主动地联络我们 如果想进来参观 那 最新的计算是什么呢 哇 要拍戏 要演员 要练 全部这些 就是基本工的工具 我们都有齐了 好 剩下的时间 我们就来个 年轻人聊聊天 我都当自己很年轻 虽然我都一百年多了 好 参观一下 给我两位节目主持人 是 介绍一下 分享一下 刚刚开始介绍到自己 现在再介绍一次 那我呢 就是Thomas 现在读新闻 是四年级的 我是读全播 是四年级的Yuki 是 是 刚刚见不见到 我是Thomas 我是Yuki 那 除了我们说 上学要上课之外 其实CAMIL 安排了很多 课外的活动 给我们去学习 我想读全理系 很多人都不想 在课室里面学习 嗯 哪个上学会想 只读书才可以的 哈哈 算了 有朝闻到晚都可以了 反而我们最着重 就是我们的生活 是会很精彩的 嗯 或者我和Yuki 可以分别说一下 他去交易 我们去训练 是的 不如你说一下 你的训练去哪里 我呢 刚刚那个暑假 去了有线新闻 做三个月实习 可能见过他的 看电视 哈哈哈哈 我乘地铁 乘地铁也有一些 是会播 那就是六月到八月 那就是做了三个月训练 那听说做训练呢 是否要准备很多东西 尤其是你的新闻 嗯 我想可能有些同学 我当年也有来Info Day 我也明白他们 一定觉得 哇 那距离很遥远 那我就觉得 你还未毕业的 我还未毕业 是啊 电视台 是啊 全香港看到 那时候很害怕的 那的确是要做很多训练 譬如我们 就是新闻的知识 一定要锻炼 那也有一些很实在的技能 我们要训练 譬如如何录旁白 又或者怎么样 要什么照片是最美的 又或者我们怎么写稿 那这些全部都是真的很紧张的 嗯 那你上图会不会有什么 特别的知识 你觉得 啊有用啊 幸好那时候有听书 那这样 我想最有用的 一定是写稿 和旁白 而且我们就算看镜头 都要练 不要以为很简单 就是你怎么对着镜头 你不是好像很生硬 那这些全部都是要训练的 那特别呢 那时候 那时候 训练之前 训练 它是安排了很多 那时候 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 召唤一些Zoom 的 因为那时候是Zoom 网上课 召唤一些Zoom 的训练 就在这里和你 可能讨论一下 最近有什么时事 你讨论啊 或者有什么对答 你要怎么准备啊 或者特别 可能有些同学 他们旁白 或者什么没那么好的 特意训练那些同学 那令到我们没那么害怕啊 就是擅飞你先擅飞 擅飞你先擅飞 真的对着镜头 是 那最后就进入了有线 收集 听说有线好像有很多旧身 是啊 是不是可以进去追星 很搞笑的 那时候呢 我用了本衹簿 也是传你是出的 是一个logo 是我们收集的 那一段时间就会有人来 我才会有这本衹簿 他们也有 我才知道他们是师兄师姐 我们远晨为真为善 就能感受到 其实其实我们的历史很悠久 所以当他们有什么事的时候 就会帮到你的 或者我们都是同一个体系训练出来 你便會明白我們的要求差不多 例如我們有《友善》中 大家可能熟悉黃春梅、May 我爸媽最喜歡看她 報道新聞 還有黃浩賢 下午也有她分 或者以前趙靖春先生 趙總 剛剛退休 我們的資深校 大家知不知道全理學院 多少年創院 當年叫做團理系 應該比你爸媽 應該比你爸媽 1968年 我們2018年 就祝福了50周年 如果說讀CAMU來講 我們都是最歷史悠久的 大家都知道 到二十年都知道 當然選全理 當然選泉會 為什麼剛才Thomas的分享這麼重要 因為其實你入行的時候 如果有一些師兄師姐關照一下你 真的差很遠 怎樣你啊 或者介紹你給別人認識 這是很窩心的 出去上班的時候 尤其是你是一個新人 如果有人幫到你的話 可能他直接 未必是要幫你什麼 但是他告訴你 你就有什麼做得不好 希望你不要走到網路也好 除了做委託 你有沒有去其他地方 除了課室外 做委託才是重要的 我亦都很感謝全理學院 其實是給了一些機會 我們去外國交流的 我自己就報了一個德國的團 就是那時候 年二的 結束後 就去了德國 去參加當地的媒體DW 他們有一個每年都會搞的 全球的媒體Forum 我們都是學習的 學生免費去的 但是如果你是在職記者就要付錢 他們就會在這裏討論一些 比較世界性 覺得媒體面對的問題 譬如可能AI是否可以取代記者 或者社交媒體怎樣運用 我部份會有支付 待會可能Yuki會說多一點 因為我們去了研究旅程 但是她就去了半年交易 你知道我們是給多少支付呢 四年內可以花一萬元 一萬元來充電 好時間的關係 好 只剩下五分鐘 Yuki 不如說一下你的分享 你去哪裏 我就是去了好北好北的國家 瑞典 嘩 這麼遠 瑞典 我就認識現在家師 有什麼呢 現在家師的祖國 瑞典是在好北的地方 那當然是有北的光 老實說 其實 傳理學院給我那一萬元 我是用來去追光的 哈哈哈哈 那為什麼會選瑞典呢 那時候 那時候純粹有一個機會放在我面前 那我就覺得不要吃虧了 反正都是出去越遠越好 我孝順有這麼多錢可以給我 那我就佈了一個真是很遠的地方 那去到交易了 那時候 北方除了出名是冷外 就出名是物價高的 對呀 澳洲 對呀 有沒有說財政上有些擔心 其實呢 就沒有太大擔心 老實說 我不是有錢女 我也窮的 那當然要謝謝爸爸媽媽 這樣資助了很多 還有剛才說了傳理學院 有一萬元 對呀 一萬元的資助 還有我們學校的 國際辦公室也給了我兩萬元 哇 這麼三萬元 很多錢 再加上可能自己有時做一個兼職 儲存一點 夠了 夠了 一個星期間 對 夠了 夠了 我想可能家長或者同學有些興趣 究竟去交易有什麼玩意 有什麼做的 去交易 我就去瑞典 就IKEA 瘋狂食肉丸 追一下光 都有讀書的 但是你們應該都不會想聽我讀書的東西 其實是感受一下文化 感受文化 瑞典是超環保的 對 很環保 共享單車做得很好 還有他們的回收也做得很好 真的 還有感受 認識不同國家的人 看看他們的文化 對 跟他們介紹了中秋節 但是他們說月餅很難吃 給了他們吃 對呀 由香港帶了個月餅 跟他們說很難吃 瑞典呢 我們也有很多瑞典學生 專程來香港做交易 對呀 可能是因為你們過得多 哈哈 他們認識了又來香港 可能是 那時候有沒有說有什麼支持 傳理學院給了你們 當然是錢 哈哈 除了錢之外 其實那時候還沒去的時候 其實我很害怕 因為完全不知道要做什麼 又很害怕 去了交易就會辭畢業 所以那時候都經常找部份商量 那他們都教了我 首先怎樣去搞定一些證件 要申請Visa 之後就跟我說了 將來我的科目要怎樣 交易交易交易過來 我們也很好的 就是盡量你讀了多少科 都幫你找個位置送回來 你收分那裡要計分那裡 對呀 就不會有洩的放心 對呀 就不會說遲不業 對呀 不會遲不業就安心很多 因為時間關係,我又回到剛才的PowerPoint 想讓大家想知道更多的話 記者,數一數這裡,好嗎? 小妹讀了很久的這個project 叫做傳話當年 底下有很多不同年代的校友的分享 他們究竟有什麼技量在這裡培養回來 去到我們的業界裡面發光發亮 有很近期畢業的網紅 很多年前畢業的商台、什麼台 一姐一哥、公關一姐一哥都在那裡 可以給大家多些參考 究竟若光年後會是怎樣的呢? 會做到什麼呢? 或者他們當年讀書在這裡的回憶 怎樣幫到他們呢? 那些教他們的東西、預見的老師 都是一個很好參考的資料庫 對了,你打中文字號 傳播當年就可以了 有人問我,疫情的關係 怎樣會影響我們的課程或者委託 說真的,大部份課程都是像你們那樣 用Zoom照片 如果有些是涉及到用製作 製作製作 我們都盡量用一個很有創意的解決方式 搞定它 還是不行呢? 如果政府放鬆一點點的時候 開校園 我記得,譬如拍攝的同學 要在錄影廠裡學習、拍攝的 我們就會很努力 每天都要回來上課 追回你之前你做過的那些東西 真的讓你開機 不用擔心 你不會掉了半年 這樣的情況 好了 如果你說講委託來講 其實沒問題的 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這個叫做新神態 各位 很多人公司都是叫做work from home 甚至記者都是 是的 是的 有新的科技 自然有新的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大家不用這麼感受 好 那 現在的關係 我們就要交回一個場 給另外program based的不同文件去分享 如果你真的真的有問題 我們有一個聯絡方式的 很歡迎大家 電郵給我們 有空 記得點讚我們 Facebook 我也知道你不喜歡Facebook Instagram 是的 IG story 每天都有 那麼多東西 去更新給大家 我們的同學 如何愉快地做過他們四年 多姿多袋的生活 有問題 我們會 記住 有紙仔 果然是在做網 直播我們 兩點鐘開始 有三個選擇給大家 電影學院 好 PRA 傳播系 還有 新聞 你們 現在叫 digital media 有三個選擇給大家 OK 記住 不要走開 喝杯水去廁所之後 兩點鐘回來我們 浸會大家庭 OK 拜拜 拜拜 拜拜